大家好,我是顾影琼博士,今天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,美国愿意接种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75%,而加拿大91%的人口愿意接种疫苗。 尽管美国从未出现疫苗供应短期问题,但是民众的需求量却在急速下降,在接种率达到40%之后,每日的接种率都在迅速下跌。 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,当加拿大人达到75%的接种率的时候,每家边境会重开。 截止5月17日,加拿大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人口比例已经占到了46%,排在世界第8位。 而在6月份,加拿大的接种率将成世界第一。